Hello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科技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切换应用 当我们在使用应用时想要切换应用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返回桌面后再切换 即使我们不用这么麻烦,比如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,我滑动手机边缘 这里就会出现手机上各种应用 而且设置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,在这里搜索简科技 点击进入之后,我们在这里恢复数字357就能获取应用了 会有之后我们直接下载 首先我们打开它的权限 完了之后我们打开应用 这里它会自动加载手机应用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大家也可以简单的设置一下 比如我们点击这里的本地应用 这里我们点击一款应用 这款应用就会添加到托盘里面 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文件夹 再将应用添加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点击这里的设置 这样我们就能对这个托盘进行设置了 比如背景颜色 透明度等等 这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要求来进行设置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